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没有听过 宇宙其实是一个黑暗的大森林 每一个星球就像一个拿着窗的猎人一样 在森林里面一步一惊心 万日被人知道自己的地标 就只有死路一遍 欢迎登入 黑暗 渺渺惊心 杀到埋身 黑暗 以下节目内容涉及惺人及惊吓情节 奉献一句 中门大开 小心神友 欢迎大家来到黑暗 今晚星期三 我们会逐着上星期三的主题 继续跟大家讲 上星期三是什么主题 什么主题 咒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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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惨 咒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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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强帮我立ד 正常 咒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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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事?你昨晚在這 我昨晚一早上電話的WhatsApp就響了 有人告訴我昨晚我們節目中聽到一聲很奇怪的叫聲 奇怪? 奇特的叫聲 在節目中 他說了哪一節 我想利用這個時間 希望各位聽眾幫我們分析研究 除了我之外 我都給我們不同的主持人聽過 大家都聽到那一聲 就好像有個伯伯喊了一聲 這樣等人 不要現在馬上去聽阿卡 因為你在聽現場 沒錯 稍後果場 稍後再說你聽是哪一節 哪個時間 好嗎? 最後才說 沒有人聽我們直播 那怎麼辦 在某一節 某一個分鐘 某一個秒鐘的時間 突然有人喊了一聲 那這一聲就 大家幫幫忙 緝空 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什麼原因 因為我們三個主持人都印象中我們沒有叫過那一聲 你們三個都沒有叫過 沒有叫過 但我一定不會 因為我在說話 對呀 你在說話 我剛才聽到的 我是要給一點點精神 才能聽到的 沒錯 但當你聽到那一刻 你覺得都很明顯 都很明顯 都很明顯 在一個比較靜的地方聽 最好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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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的 你覺得是什麼聲 我覺得是喝完汽水 對呀 我剛剛喝爆了 哈哈 我們昨晚這裡沒有人喝汽水 你們吃飽飯 我們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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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會是 這個奇怪叫聲 待會大家記住 上我們的DBC的Facebook專頁 就去Like我們先 Like完 跟著就上我們DBC的網站 登記成為會員 你就可以聽到Archive 一個E-mail address就搞定 沒錯 還有就是我們Facebook 上我們Facebook 大家幫幫忙 給個Like 我們上次有個 因為我們許閒了一個留言 鬼鼓王開了一個盤 開了一個盤 所以希望大家幫幫忙 要Double個數 令到我的盤可以達標 每一次鬼鼓王上來做 你都應該要出去追行 所以我特意不提 我也提 現在是4167 4167 距離我們的目標不是很遠 8800而已 8800 不太多 不太多 靠你們 大家可以幫忙 另外就是今晚 通靈熱線是繼續開放的 1872111 打電話SIR告訴我們 你有什麼靈異經歷 有挖者 我們今晚的主題會繼續講 咒怨鬥法這些事情 如果你有親身經歷 更加歡迎你打電話SIR 跟我們講 或者你自己懂得下咒 我們更加歡迎 我想聽你們怎樣下咒 怎樣下法 學一下也好 知道一下也好 我不知道 人家示範 他不示範你怎麼知道要懂 對嗎 目標是誰 到時候才算 咒分很多種 那些咒可能叫恭喜發財咒 還可以 錢來多代咒 也好 錢沒有人嫌多 對嗎 對 鬆動一點 上個星期 鬼強 令我最深刻印象 就是蜘蛛 女人和蜘蛛一起 蜘蛛精 白骨精 那些 我一想起鬼強 現在就和蜘蛛掛了口 怎麼辦 你擔心不擔心 你擔心不擔心 我不是蜘蛛精 就行了 不是 現在我勾在一起 你沒辦法 他在腦裡的聯想 已經把你和蜘蛛掛起來了 我把鬼強 把兩個東西掛起來 一個就是蜘蛛 一個就是壽司師傅 為什麼 壽司師傅 因為你們不知道 鬼強上一集提到 他在用火槍燒蜘蛛 我以為那些壽司師傅 玩火隻壽司 沒錯 就是這樣 燒壽司 我以後不敢吃 一看到我都覺得害怕 你是不是真的用石油器罐那隻 是不是那隻 不是 那麼長的瓶 就是石油器 就是石油器 不是壽司師傅 有個火槍嘴 做蛋糕 做甜品也是 對 做什麼布丁 發色燉蛋 焦糖布丁 燒焦糖 燒焦糖 就是那隻 現在你又和這兩人掛勾 蜘蛛和火槍 壽司師傅掛了勾 不要得罪小強 不要得罪小強 不要得罪他 他拔火槍 很害怕 對 這麼狼 得罪他就找火槍燒你 不想的 不想的 上個星期 除了蜘蛛 還有幾件事說過 你記不記得 我記得一件事 是踏空 踏空腳 說到踏空腳 現在認到我認不住 經常走路 我都很小心 你知道嗎 是要的 其實 正常沒有事 你都要留意 就是因為你 再加上 早前湖北的食人電梯事件 令到我的腳踏在地上 我就會有點害怕 現在我每天坐電梯 我都會跨過第二發 我也是 我是跳的 我也是跨過去 不要自己 老實說 不是騙不騙 那個位置 真的就是回轉的位置 是真的搞的 我相信香港的電梯 照計 我所知的公司 都應該有安全設備 就算那塊鐵片 真的塌 照計你跌下去 你跌不下去 這個香港應該有安全標準 是 因為現在很明顯 那塊鐵板就做小了 第一 第二 就是那一間乘造 這隻電梯 那一間乘造商 其實現在已經找到 它是有一個問題的 就是它為了要降低成本 是 它將電梯在設計上 偷工減料 將安全設施抽走了 那你抽走的那些電梯 便便便宜很多 那它便可以拿到訂單 其實就是這樣 不過當看第二條片的時候 就發覺有一件事 其實真的很人為 整個事 就是那兩個女職員 大家一直在懷疑 為何一直站著 這段片怎麼這麼古怪 那兩個女職員站在電梯頂 他們是跌過的 因為他們是之前來踩到的 就鬆一鬆 其實那時候就應該 立刻按停 立刻按停 始終這個也是訓練 有安全意識 我想兩件事 第一就是那兩個 我想是普通職員 他們沒有接受過這些安全訓練 第二就是他們自己的未隔開 應該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跌過一下 其實他很快就跳了過去 之後他轉到最後看 他看不到有事 眼望看不到 所以他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他可能報告了上頭 上頭也沒有告訴他要怎麼做 他也不知道怎麼做 那就是難聽到 那就是兩外雞 其實你想到眼望看不到的東西 不單是電梯的東西 我知道今晚的鬼強 都會說一些 我們用眼看不到的東西 叫鬼狂上來 當然是說這些眼望不驚的東西 用眼看不到的 就好像上個禮拜 我們也賣了一些關子 好像師傅大鬥法 可以遙遠隔空 一個在火星 一個在土星都可以 完全是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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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到這個東西 我覺得真的不奇怪 如果大家有看過這個龍珠 大家可以看到 東界王神和西界王神 大家都在兩個不同的宇宙 大家都可以做到一個接觸 或者大家可以帶動動力出來 那他們是蟑螂來的 這兩條竹鬚 我終於明白一句話 我現在很相信科學家和生物學家 他們說 當下一次地球大滅絕之後 因為每一次大滅絕 所有地球的統治者就會死 好像以前的恐龍 下一次地球大滅絕 人類就會死青光 然後統治地球就是蟑螂 蟑螂 蟑螂從事前到現在 都還是存在的生物 很多億年 都還存在的生物 但是其他的霸者 其實沒試過有這麼長的生存期 所以我就叫小強 神經病 神經病還強 明白了 突然間明白了 原來你真的有這麼強的生命力 死也死不去 難怪這麼多事情 你都不能死 對呀 你今晚有很多事情要跟我們分享 沒錯 那我們大家洗耳恭聽 一會兒回來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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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可思議 真的很害怕 突然間發生什麼事 這裡是靈異在現 我們講的不可思議檔案 今晚是不可思議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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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跟你本項的強項 一些強項的關係 其實是什麼事呢 就是這樣 深圳他們的交通部 做了一些統計 很有趣的統計 怎樣呢 就是他們 一直會抄襲人的沖紅燈 他們把這些沖紅燈的資料 放進電腦裡做一些統計 很正常 分別分了 原來最多人會沖紅燈的就是18歲到40歲之間 不好意思 我想澄清一點有沖紅燈的意思 我怕聽眾誤會了 是交通部 是交通部沖紅燈 是跟駕駛有關 是交通部做過統計 是男人 聽眾誤會了 你說什麼就不要了 我現在講的是純粹交通的問題 是交通的 是交通 是交通 不是交通 是交通 好了 他們做了一個統計 就發現 最多年齡層沖紅燈的 就是18至40歲之間 這個多數是男人 多過八成是男人 這些其實都很正常 即使跟世界其他城市做比較 其實都差不多 但唯一很有趣的是 做多了一項的比較 一個比較 一個比較 那個比較就是 究竟誰升座的人 是會沖紅燈最多的 究竟是誰呢 升座這件事 我覺得很多女生都很喜歡聽 我又很想知道 我是不是屬於那件事 這樣的 如果你真的根據 星座所言人的性格 去說 其實 最不應該會沖紅燈的 會是雙魚座 天秤座 天秤座 這些 出名是比較溫柔 雙魚座 是不會開車的 沒有方向感 所以是不會開車的 但結果 這個統計很有趣的 就是 竟然 衝紅燈槍最厲害的 三個星座 是 天秤座 天蠍座 柱雷座 很有趣的 因為這三個星座 在星座的描述 所謂的形容裡面 這三個都會相對謹慎 小心做事 相對會乖 又或者 就算不是真的乖到 起碼是表面上裝乖 表面上裝乖 天蠍座 天蠍座也是這樣 他不乖到他 表面上裝乖到很乖 沒有人可以撿到他痛腳 但是 竟然是這三個星座 充到不肯兼 我是處女座 我扮什麼乖 我人真的乖 處女座是乖的 在星座的形容裡面 處女座天秤座也是乖的 天秤座也是乖的 天秤座是叫做溫文 溫文耳雅 他應該是 在衝紅燈槍想想 我衝好不衝好 衝好不衝好 衝好不衝好 想了一陣子已經 轉了燈了 不能衝 或者已經轉了燈 不用衝 應該是這樣 過了時間 他想起來已經過了 處女座 我要好守規則 我沒有理由這樣 我不能 紅燈 停車 不會是這樣的 天秤座不是 這些 打不過 不打不過 這些 這麼容易被人捉到的 不打不過 尺尖結都很小心謹慎 是小心謹慎 他們會看到 他們會很厲害地看到 有沒有交通境 現在這個時間 不打不過 不打不過 就算能打不過 看看有沒有交通境 咦 有交通境 這些秘密位置我一定看到 對 他會想很多事情 他會想這些 有交通境 不打不過 這樣 所以他們被人捉到的機會 是很低的 但偏偏這三個星座 就被人擺在頭三位 為什麼 因為心急 沒有理由 當然 有很多網民就吐租他 哈哈哈哈 會說 比如說 天秤座的 是不是想不想去 想到自己過了紅燈 不知道 那些 會這樣玩 當然 也有人說 他傻了 做一些基本統計 做什麼 沒有意思 就是這樣 有趣的是 他在家中門 有個神回應 有個神回應 神回應 什麼叫神回應 即是說 他這樣打你都沒有話可說 神回 神回 神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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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其實只是無聊玩 噢 因為他們在電腦上 因為他們喜歡設任何統計 都很容易 其實是真的 你設定一個 其實他是排月份 只不過 你設定星座 排月份 就可以了 他要是抄牌 是一定抄你身份證 什麼都抄好 所以他一定知道 這些東西 他要排有多難 按一個 slotting按鍵 我只可以做多一項 出來玩一下 滿足自己 你真是被他氣死 但我想問 天蠍座是多少月 天蠍座是10月 現在我留意到 你處女、天蠍、天蠍 是連著下的 沒錯 處女、天蠍、天蠍是連著下的 如果我用中國人的八字計 其實處女是由夏天開淺 天蠍座到秋天 這樣 都可以這樣 都是汗土 到秋尾才是濕土 所以可能這些跟八字有關 下次叫那個交通部 統計拿準一點 看來我們計算八字 我想他有的 因為他差身份證 一定齊的 沒有時辰 痛事 身份證目一定沒有時辰 那你真的問那個 都可能不知道 拿了時辰 看八字也準很多 這個情況是這樣 我覺得 也有網民這樣遞他 為什麼不拿十二生肖 我弄得楊迷信 為什麼不弄得土迷信 那不是的 星座 他就再分小個身朝 因為月份 因為月份 其實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如果熟悉星座 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個十二星座 基本上就是我們二十四節氣 對 對 是一樣的 都是分十二節 不過二十四節氣再分小一點 他就把兩個節氣混在一起 變成一個星座 但好像又不是那麼簡單 你是星座專家 我是這樣看的 我是這樣看的 他現在這裡說的 其實全都在說太陽星座 第一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不準的 不準的 第一是他在說自己是太陽星座 這個人不是只有太陽星座 影響他的性格 最重要是他上升 月亮 這些不知道 第二就是 就算我當他這個對 其實是有理解的 解是什麼呢 就是 我自己以前在加拿大學車的時候 因為我在香港沒有學車 我在加拿大學 我上那邊的CAA 就是Canada Automobile Association 就是這個汽車會的課 他有一課就教了一樣東西 就是說其實有不少人 當他一上到車子 駕駛駛駛駛 他的性情是會改變的 是因為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可能因為擔心 是不知道的 只是一個common的狀態 就是看到一般來說 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 當你平時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先生 很溫文意 很有禮 但一上到車子 你開著唐太太 你可能會變得很緊張 可能會變得很狼 很狼 或者是你那個 即是你那個 即是你那個 評論的時間 就會跟你平時不同了 即是你這個人的性情 會是不同了 以前你不粗 你開著唐太太 其實你開車的時候 會很緊湊 有些人會很緊張 但其實開車來 不應該那麼緊張 應該要放鬆 應該要放鬆 我們是這樣看的 因為性格方面 人除了有我們顯意識的 平時性格 還有一個潛意識 在星座裡面怎麼解釋 其實往往你自己 影響你最強的星座 多數會是太陽星座 或者上升 你的潛意識其實就是 它對反星座 就是在12個星座排勻之後 好像中的6點和12點對正 那兩個 即是白陽就是天平 天平座的對面就是白陽 天平座就是和平使者 白陽座就是戰士 打仗的 很狼的 他是最厲害的 如果大家鬥賽車的話 我是要贏他的 我是白陽的 不好意思 所以他坐到上車 可能他就會盛情大 他的潛意識就會出來 取消了他 然後他就會變成一個 好像白陽座那樣的人 我自己厲害 我要快樂 即是反過來 如果我是白陽 我開車的話 我都會變成天平性格 我自己接觸 這個不准的 純粹是我自己接觸 我自己不少白陽座 太陽星座有白陽座的朋友 尤其是一結婚 一有小朋友之後 他們開車的速度 是超級軟的 男人都是 是軟的 平時我在他的車 我發覺我沒有可能 做到其他事情 因為我對手是要 滑著車的 就是摸到這樣 但是 結婚三個兒子之後 你的車怎麼這麼慢 因為他不顧自己 也要顧一下自己的家人 顧小朋友 因為那個責任心 他會變得 很有禮貌 你先去吧 我不阻礙你 我車慢慢走 會變成這個 也挺有趣的 我覺得不奇怪的 你可能上到某些環境 當你的人迫到你的顯意識降低 你的潛意識降低 你的潛意識降低 你就會變成這個狀態 所以他說的這三個星座 對反 其實都是相對比較狼死的 所以就會出現這個 衝紅燈的情況 所以 燈你說的時候 我都以為 會不會是白陽座 會不會是第一個衝紅燈 所以我有點害怕 因為我一看到這段新聞 我在想 其實我也衝過多少個紅燈 在加拿大 我是水瓶座 我的對反是獅子座 我都挺狼的 有沒有獅子那麼狼 我衝過多次紅燈 撞過三次車 渺渺驚心 殺到埋身 黑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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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時間 回來geh Nice 進入整題 繼續說就緣 上次我們把那裡講到哪齊 說到有兩個師傅可以革胸鬥發 V�ase肺肺 我有一個看到有emente 一場影片 曹達華和石堅 如來神掌 他一隻手出來 又一天 其實後期就在飛臨畫 畫把剪刀 或者小鳥 蜈蜈蜈 其實大家都看著他的手 定格看著他的手 其實鬼群你所說的 是不是這樣的 真的嗎 類似是這樣 因為始終我們有些法裡面 我們是肉眼看不到的 因為是模型的 即是那些蜈蚣膠剪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但那些法器 放在那裡就會看得到 但那些就真的不會在空中飛 不會讓你看到像拍電視一樣 不會像林鄭英那年代拍那些 鋸師先生那些 那些稻草人會豎起 然後又會在那邊動 他會自己動 或是一些王子人 他會自己起床 即是打小音那些 不會的 我自己親眼目睹那幾次 都不會有這個 不會自己動 但師傅當時也會有一些動作 他們也會有一些道具幫助他們 不如說一說道具有什麼 我自己眼看過 其實是用一個道家 我看到他們多數一定會有一些符 有符 有符 其實先講講 還有講講恩由 鬥法 其實有兩個師傅 這兩個師傅 其實是沒有分證和邪的 只不過是在乎於 找求救的一個客人 即是一個客人 如果我向阿毛你求助的時候 我就叫你求助 你知道我被人放東西了 你就會相對地去做一些攻擊性的事情 對付另一邊的師傅 可能是鬼鬼旺 可能才會攻擊你 但可能兩個都是一個正義人 我做個比喻 就是律師 這個主控官和辯護律師 大家都是正義的朋友 只不過大家為不同的當事人做事 立場不同 我會這樣想 其實是一個殺手 另一個是保鏢 一個殺手一個保鏢 那個事主就是被人追殺 所以他找個保鏢幫忙 幫他頂住 保鏢就要跟殺手對峙 沒錯 保鏢你也可以用24小時保護 保護這個客人 但是在道家的師傅裏面 不可能24小時 除非你老公或老婆是一個師傅級 才可以做到24小時保護 但是現在我這樣看 多數都是不是 多數都是 我這次找了師傅 幫了我去搞定一次 幫他用行法 搞定打了對方一次 但是第二天 可能我又會被人放東西 沒完沒了 然後他們就要靠他們自己 究竟哪邊的師傅 調兵顯像的 能力又會高些 法器又會多些 哪一方面在靈界的能力更高些 控制能力更高些 所謂的道行 沒錯 像上次說過 被人放棺材釘 如果我被人放棺材釘 我被人放棺材釘 我找毛利幫他搞定 你知道我放棺材釘 你也不代表你不懂棺材釘 其實棺材釘這個符 這個法咒 這個咒 它也可以 正和邪都可以 他放我 他害我 他用棺材釘 但你也可以用棺材釘 來對付他 也有分正對正 邪對邪 陰對陰 這種對決方法 我先講道家一般 除了符咒 攻擊的人的符 剛才也有再講 那些符是怎樣的 是否用黃符 通常那些符都是一個令字 斥令 下面就會寫一些 現在你和人鬥法的符 有沒有特別的 都是那些符 有特別的 你不會無厘頭 可能放過平安大吉的符 在對面 多謝 我給你祝福他 我祝福你 不會的 多數都會給一些攻擊性 裡面的咒紋 或者什麼五雷符 那些 我實質裡面有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我都不是他們的弟子 我不知道 到底符法裡面有多少種 但我只知道 那些東西是供攻擊性的 總之你要對付鬼谷王的時候 你就要用攻擊性 我們要放那些 除了符之外 還有一些飛劍 飛刀 釘 飛刀不是Cart2 不是Tool 那些 那些是在北面特別多的 對 會有這些 飛針 還有一些如果太識的 可能會有些蟲鋼 放鬼仔 降頭神 蜘蛛 記得那些蜘蛛 一定記得 蜘蛛鋼 我也一定記得 還有五公鋼 玻璃鋼 嚴捨 對 不同師傅就會有不同的法器 我差點想說道具 或者用具 用具 但他怎樣 例如蜘蛛 像你那樣的案子 蜘蛛 他是真的放蜘蛛在你身上 還是他用一些法力 令到你家附近的蜘蛛走到你身上 你覺得是怎樣 用法力 我不知道他是 還是他真的拿一堆蜘蛛放在你身上 還是他有一個法力 可以控制到你住的四周圍蜘蛛 自動動走到你家 應該是用法力的 因為他們每一樣動作都要配合 但事情 如果你住的區域根本沒有蜘蛛 是整個蜘蛛鎮 那些蜘蛛便要走很遠才能走到去 如果這樣說 其實他們行法的話 他們有這些法術 都需要有時限 現今這幾代師傅 據我所知 他們都已經行一個法 可能是要用一天 甚至乎以月去計 甚至乎以月去計 不要說已經好像以前聽過那些 你有沒有聽過以前的傳說 說我現在立刻醫治你 立即就康復了 現在其實很少可以有這些真正的師傅存在 那是立即 講到沒有人相信你拍戲 很快 一秒你就康復了 所以多數都是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些是神跡 那些已經不是法力 沒有用的咒 或者使用的魔法 等級不同 等級不同 所以剛才你說過蜘蛛那一件事 可能如果師傅本身是功力很深厚 那他叫蜘蛛 那些蜘蛛如果是猛的 他自己有本事一點 那些蜘蛛大了一點 那他們就可以走快一點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甚至乎周圍是沒有蜘蛛的 可以由周圍的物質 重新重組蜘蛛出來 嘩 你這個 其實世界上所有物質都是一個原子周圍 有電子圍著 我認識兩兄弟認識這件事 就是愛德華 艾迪克和這個 糟糕 等下交換 為什麼呢 因為師傅你留意一下 為什麼這麼強調他要收你錢 那不是的 他幫了一個人 其實他也會自己吃回一些 或者是一個人 因果問題 他這麼強調收你錢就是這樣 其實他有付出 他付出不是說我幫你這麼簡單 他那個付出就是 他可能真的有一個等級交換 你不知道 我收你錢 他覺得值得了 我這個等級交換 跟神做了等級交換 之後拿了這個法例來幫你 說我收回你的錢 他知道自己將來要受 但沒辦法 他可以拿到錢 拿到金錢 這個利益給他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給錢 這些東西 有些人經常說 不要說這些叫做法力的東西 有時候說一些風水東西 名利東西 打算贈我兩句 其實這個世界沒有贈你兩句 洩露了天璣 一贈兩句 其實那個所謂因果的論就轉了 已經開始了 不要說人家當你朋友 當你朋友 人家說不收你 你好好帶帶的十元 也對 如果是當朋友 人家當朋友 你應該這樣想 人家因為跟你是朋友 所以有這個緣 這個緣已經存在了 所以他通過這個緣去幫你 這個是朋友之間的分 緣分就是這樣 但如果是一個正在做事 他靠這件事 找飯吃的 你去談談 你作為一個客人 你去拿他便宜 其實這個就是不公道 這樣就不是等價交換 所以付錢是應該的 應該的 所以剛才說回鬥快 如果做不合適的師傅 其實一分鐘他自己都會有一些果 自己要承受 他一定要響 其實我覺得 師傅有時都屬於無辜 我有時覺得 其實是在說客人的要求 不是的 我師傅有權選擇接還是不接 有權選擇不接 但如果我說謊 我找一個師傅 他不知道 他也算得到 據我所知 大部分師傅當然會先算 或者他也先稟稟他的神 即是問他那個神 喂 這個人說的真是假 什麼事 那神也會跟他說 喂 這個人 幫不過 不要搞的 那他那些會不接 我認識的師傅也是這樣 也會有 一定會有的 好像我們看大時代 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哈妹和阿文 方子博那個女朋友 不知道他的女朋友 兩個女朋友 他真的不斷求阿濟哥 阿濟哥說 聖姑還不給 我解釋 聖姑還不給 就不給 就不給 沒得說 對嗎 這樣也是的 我也是覺得 一個付出 一個就要 一個要收 一個要收 所以基本上和鬥法都一樣 有一個公 有一個要收 剛才說的 公是有什麼武器 法器 其實手也會有 不如這樣 現在時間夠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 繼續說手的部分 其實還有什麼事呢 你見過的師傅 如何推出 去守他們的陣地 我看他們會放一些護壇符 護壇符 你會看到他們在壇下面 會貼了一些七星符 有一碗收髮水 放在他們的壇 收髮水 收髮水 就是人家如果放 生髮水 生髮水 收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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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吸塵機 對 吸塵機 不過它水 最新的那隻 它就會吸到裡面 剛才有說到 師傅始終不能24小時 可以看著客人 而師傅又不在壇 其實他們會有一條線 師傅與師傅之間 其實我自己的幻想 就會有條線連著 大家對方已經知道 鎖定目標是要靠這條線 在這條線這樣去 兩方面 大家休息的時候 大家的壇 就需要擺這個護壇 來做一個金鐘罩 罩著自己 保護自己 所以有時候 我們仍然看一些電影 講開這些師傅鬥法 或者下了一些保護 在他那個客人的法力之後 他會很留意自己的彈 突然有很多彈 那支蠟燭熄了 閉加火 出事 那支蠟燭熄了 就知道出事 為什麼 就像鬼強所說的 其實就是這條線 通知他 令到那支蠟燭熄了 讓他知道有事 這個訊號 即是有事來 有事發生 基本上跟我們現在的電話 接到WhatsApp 真的會響是一樣的 對 其實等於電波 我覺得完全跟 復仇者聯盟裡 第一集裡的情節 是一模一樣的 我聽那麼多 師傅告訴我 他們鬥法的歷史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復仇者聯盟 我沒有看第一集 哎呀 為什麼會沒有看的 我會再看 你應該要再看 復仇者聯盟 如果代入所有角色 我當復仇者聯盟 R-Man就是大聖野 我打個比喻 然後變形合衣 是五惡 美國隊長是鐵板線 因為美國隊長不是很快敗 鐵板線也可以 飛敗鐵板出去 你當作這些 雷神就做雷神 你當作這些神 就是那套戲裡面 要跟對方敵軍打仗 復仇者聯盟 你會記得 在裡面 要打開宇宙之門 宇宙之門 對決 就等於兩個師傅 你知道對方有敵軍 之後 你就要靠一個 宇宙之門的氣 然後打開宇宙之門 當這個宇宙之門 打開之後 你就會看到敵方是怎樣 然後 R-Man 就要透過宇宙之門 將自己的武器 扔過去對方 一開炮就向那邊開 對 對 因為穿了一個洞 就在那裡傳過去 在電影看的時候 就穿了一個洞 就在那裡傳過去 我自己幻想就是這樣 好 你記得那一幕 那邊有很多敵軍飛過來 對 等於那邊的師傅 原來他有很多 他千軍萬馬 他千軍萬馬 我這邊師傅一個 我沒有理由 我逐隻跟你打 你古時的兵書也有說 琴賊先琴王 我以為你說走圍上章 三十六雀 請著你就是這樣 真的慘 不是 他們就是琴賊先琴王 找到最近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阿頭 那個控制台 那部電影的控制台 一個R-Man 扔了原子彈 雖然是抱著的 但是師傅的法力 因為他們始終是真人 他只是站在那裡 他只不過是出個劍子一飛 然後那些法力就會在手指上 穿過那個宇宙之門 去到對方那裡 而這個法力 你就當作是一個原子彈 或者是一個核武器 就扔下去 就扔下去 而且你要對得很準 師傅就一定要很有能力 要控制到這個核彈 飛到過去 要不然你歪一炮 你可能不中 自己又不夠油再打過 又不夠了 然後去到那邊 毀滅了控制台 那你就打倒了對面的壇 一路聽你這樣說 好像我們玩電腦遊戲 很多的射擊遊戲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玩 兩隊人在開槍打 其實目的不是打死對方的兵 我是要搶他的基地之旗 我搶了他的基地之旗 我就贏了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同一時間 我要保護自己的旗 不要被人搶 你又要保護自己 等於這個師傅一樣 那其實不是同玩象棋 或者國際象棋一樣 那個理論一樣 對 保護自己的旗 對 保護他 我犧牲多少兵 不是一個問題 不是一個問題 我殺了他的兵 也沒有用 沒有用 最重要的是 在我的兵不死之前 我殺了你的旗 沒錯 這樣就為之最重要 當然在過程中 當然要摸索一下 究竟我借這些小桌 有沒有用 究竟我用什麼策略 重炮漿 對 所以剛才要先說道具 究竟我用 有什麼工具 我用 有什麼工具 我用多少 我才能運用到 我究竟可以怎樣對付你 實在還有什麼工具 實在還有什麼工具 除了符 還有飛刀 飛槍 其實所有的尖刀 我記得他們有個尖刀利斧 他們是這樣說的 這樣叫 對 尖刀利斧 有些有殺 有邪 的物品 都可以用來這樣 其實你看到這些 全部都是攻擊性的武器 劍也好 斧頭也好 剪刀也好 剪刀也好 全部都有攻擊性 但你有沒有看到那些 是沒有攻擊性的 可以用來做這些 有 我看到他們 就這樣出獎 有些 這個是武術 這個是武術 但是零空甲 我經常看到他們 做出獎的動作 但我是普通人 可能跟他們在喝茶 咦 為什麼呢 他們在發功 然後我就會想 阿拉伯 阿拉伯 他完全是看著他 那些 或者出獎子 最厲害的武林高手 他根本不需要用兵器 你看天空八寶也是 我自己就是一劍兵器 天空八寶也是 陸墨神劍 其實哪有劍 是劍子 不用用劍 是劍器 是劍器 不是用力和靈力 我真的不知道用什麼來打 是 有沒有聽過 宇宙其實是一個 黑暗的大森林 每一個星球 就好像一個 拿著槍的獵人一樣 在森林裡 一步一驚心 萬日被人知道自己的地標 就只有 死路一篇 歡迎登入 黑森林 渺渺驚心 殺到埋身 黑森林 以下節目內容 涉及成人及驚嚇情節 奉勸一句 中門大開 小心神有 被人知道自己的地標 就死路一條 但鬼強呢 你的鬥法不用地標 都可以讓你死路一條 根本不知道你在哪 在兩個師傅鬥法之間 假設你已經移民 我現在要搞你 你移民 去了美國 我不知道 那我搞不搞到你呢 我不知道你的地標 其實我聽這麼久以來 其實真的好說 那個師傅的能力去到哪 因為 據聞有些師傅 是來不了 出不了 法令 只能夠 打個比喻 我在香港出發 我永遠都過不了香港 我回到台灣 即是去台灣 那些全部都不行 過不了海 過不了海 有些厲害的 據聞是可以出境的 泰國、馬來西亞、台灣、日本、美國 那些都有 我聽過有些是 要看他在當地有沒有彈 譬如A師傅 他在香港 他本身 他所拜的那個神 譬如在美國沒有彈 他的法令是過不了美國 直至他在美國可以開到彈 譬如他有弟子在那邊開到彈 那他的法令會過得到 客戶就是這樣 嗯 但是聽說鬼強 你有一個 我聽到覺得很離奇 很古怪的事 好像說要兩單穿在一起說 才能夠明白 好像變成石頭人 因為 你是不是看得到 我讓我打斷你一會 你是不是看得到 那些英雄片 多一個石頭俠 那個什麼科 那四個 有一個是不是是石頭人 你是不是看了那個 受了感染 我真的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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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幾天看了 你真的看了 我真的看了 我喜歡看這些 FF 你現在遇到這個案子 是否像石頭人 不像 石頭人 電影的石頭人 是會動的 我現在看到那個 是不動的 但在看到這個石頭人之前 我為什麼會去 因為我跟進了一宗案子 有一個善信 就是被人下了邪法 也好像是棺材釘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又去看看 究竟那個過程是怎樣 因為我當時做節目 我又要討論這件事 我多數會直接去一些館 在不同的師傅 有這些案子 我就會去看 而那個善信 他中了棺材釘的時候 剛好被我看到師傅 就開壇作法 而當中師傅的壇 就是剛才有提到的 一疊符 其實有些符都挺大張 據聞是大張 有些符很大張 那些是比較厲害的 剛好我看到他用大符 而他當中 就拿了一把利劍出來 師傅就拿了一把利劍 首先他會開頭幫善信淨身 然後再幫他封身 給了一個金鐘罩 去保護罩 去保護善信 然後師傅就會開始作法 可能會搖一下 鈴鈴好像沒有搖 鈴鈴是搖的時候 是看一看 開頭detect 善信有什麼問題 鈴鈴可以有這個作用 我現在才知道 因為我一向我認知鈴鈴就是 招魂 招魂 不單是招魂 那麼簡單 他將你的元神 召喚出來 什麼頭身腳有三 三雲七拍 三雲七拍 對 三雲七拍 還有他也會唸一些咒 令到善信體內的邪法 會撞出來 然後就開始幫他 真的知道肯定了 然後才會做一些法事 在他那裡撞出來之後 然後他就幫他清身 我很記得幫他清身 因為我進去的時候 剛剛在做這個步驟 就開始幫他封寫一些符咒 可能我也不知道那些叫什麼符咒 幫他弄完之後 然後他就開大壇 又叫善信拿著那塊符 出去燒 然後在燒符的過程裡面 也要看看那些煙 那些去向是怎樣的 燒完之後 然後那位師傅 就跟他用劍 拿了一把利劍 而那把利劍 據聞 我沒有親眼看到 據聞已經染上一些血 即是雞血 雞管血 已經染了下去 但我見不到有雞 是現場的 總之他這樣 他就聲稱到 這個染了雞管血 的劍出去的話 命中率就會高一點 也會應驗一點 然後他就用劍子 順著把劍 直飛出去 而那一下 在那個館裡面 其實現場是有很多線上 在排隊 在看證 當中大家在那個時刻 已經感覺到很不妥 很不舒服 這個又可能很想吐 那個又在暈 而我呢 去到那個時刻 因為我是坐得最近的線上 而且你好像很敏感 很敏感 我很容易遇到這些 我就吐了 以前也沒有那麼厲害 自從接觸得多了之後 這是我自己的異能 我想他們放狗 檢查一些東西 我就是那隻勇猛的狗 那一天就因為這樣 而我立即吐了 師傅看到這樣 就會給我一瓶水 你先喝了 你會好一點 而我繼續觀察這件事 我看到他好像沒什麼 即是原先是灰灰青青 最後就剩下那種青 即是你只看到他剩下青 即是你覺得他原本的臉色 原先臉色就是灰灰青青 黑黑的 後來就不多覺了 在與此同時 在這件事完結了 即是還未完結 另一邊就有個女人突然間有一個上身的狀態出現了 即是另一個善信 另一個善信 在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空間 然後就聽到他這個女善信的老公說 原來他在家曾經都試過定了隔 一個鐘頭 一個多兩個鐘是沒有動過的 定隔 定隔不動 他的動作就是頭微微向上握 一隻腳就站在那裡 即是單起腳 一隻腳就屈膝 即是他可能是在走 有一隻腳是離了地 我想是低高 因為我看過一張照片 我看過一張照片 我沒有差點看到 而當下的時刻 我看到很短暫 因為師傅很快就已經立刻拍醒了他 先說那個女善信的樣子 他眼下有一點灰灰的點 黑點 據聞這些就是中了一些邪術 邪法 或者毛術 才會有的 細心再 師傅再查過之後 發現原來他自己 再加上他老公 他先生 在家裡其實原來他 是有拜一些邪神的 原來他拜了一些邪神 他自己在家裡 就好像想去學道家的師傅 請童上身一樣 他就請了那個 對 他就自己在家裡請 請了之後 就請不走 然後就來這個師傅求助 就讓我看到 這些是難搞的 這些是自作業不好活的 因為整件事都請回來 其實我真的想跟大家說 絕對不能夠做這個動作 我眼睛見那麼多 是很難才能把他弄走 大家不要做 即是拜錯了神 已經是麻煩了 你只要請還他上身 你真是很難撕掉 但他這個案子有點特別 他現在是整個人不動 他怎麼不動 他押高了頭 然後手腳是怎樣 其實他這樣押高了頭 微微大約45度角 沒有看到我們視頻的朋友 可以聽回 微微香香樂 45度角左右 然後雙手我忘記了 因為我忘記了雙手做什麼 但一隻腳是企直的 直不甩的 而另一隻腳好像丁字腳屈膝 好像女生拍照丁字腳 甘雞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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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雞獨立的動作 很神奇 他完全不動 擺都有沒有擺 沒有擺 沒有擺 即是腳不避開 他完全醒了之後 自己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斷片 是斷片的 是 他這個案子 另外想起 我想我們要找出體 幫幫忙 他是不是出了體 他是不是靈魂出體 他可能出了體 他現在是斷片 靈魂出體 靈魂出體 靈魂出體要問King 他是專家 他就可以回答你 他這個案子 究竟是不是靈魂出體 但是 我又想起另一件事 跟杜家有關 上次我們跟家寶師傅 聊天 就是說我們鐵鬼里 鐵鬼里 其實他自己就是因為 要上去找玉皇大帝聊天 他吩咐徒弟 我就不動了 我通常上去 我忘記了 這個靈魂出竅 我通常上去三天 如果三天不見我回來 我無法回來 你就幫我火化這條絲 就算了 可能黎皇大帝留我在上面做官 我就不回來了 但在這個途中 因為他剛剛接近第三天的時候 他的徒弟 家裡有人病了 他趕回鄉下 然後見師傅 就猜他也不回來了 就燒了他的絲 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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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鐵鬼里回來 沒有了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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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找了黑衣 黑衣是閉腳的 上去身 你這個案子 會不會真的靈魂出竅 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未必是上身 反過來 他的靈魂離了 也是 一般上身的案子 我們聽過 就是奪蛇的 奪了 他會動的 他會動的 會做一些他平常不做的 他拿了你的學 不用 那你還以為做什麼 對 拿了做什麼 只是站 只是只是站 我看到他只是只是只是站 但他又站得很實 正 看上去像一塊石 他單腳站得很 一壓就勾 他不跌 他只是會搖一下 沒有了 不動的 也動不了 你的腳是貼緊了地 然後怎樣解決 然後我見師傅 就拍他的背部 還是肩膀 還是背部 一拍 然後他就醒了 然後他說 我是不是有事來 其實那個過程很短 由他上身 到師傅拍醒 我想一分鐘內的事 他醒了 然後師傅有說過 因為他家裡拜的 是一個邪神 所以你又邀請了他 上你身 所以他不會離開 如果你有什麼事 你就過來找我 但是我們一會兒 有一位專家 看看透過他的口 可不可以知道 他究竟 你這位善信 發生什麼事 好 好 渺渺驚心 殺到埋身 黑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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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專家 我們要先介紹一下 我們的專家 就是一個 精神科 專科醫生 黃宗顯醫生 我們的帥仔的嘉賓 萬人迷 黃醫生 你好 黃醫生你好 你好 各位主持好 你好 關於定身這件事 其實是否有可能 有些人都會因為有病 而變成這樣 剛才鬼強說的那個 不動的那個 是嗎 很硬的 其實 在精神科裡面 都有一些很類似的個案 其中一個情況 就叫緊張症 或者有另一個名字 叫緊張 緊張性的一些運動障礙 運動障礙 是的 純粹從那個名字上面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因為緊張性 就好像是否形容一個人很緊張 其實就不是的 有一個英文的學名 其實這個英文的學名 跟那個中文的譯法 很難去看得到那個 俗字面上 很難看得到 究竟這個名字代表甚麼 英文就叫做Catatonia Catatonia 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那個緊張性 其實是一種很重性的一種精神障礙來的 那個患者通常就會有一些 運動功能上的一些障礙 例如甚麼呢 例如他會 四肢好像不能動的 是 那個人都僵硬了 那有時候如果你嘗試動他 你會覺得他好像一個立象 那樣的 譬如你嘗試動他的左手 抵高他的左手 然後他的左手可能會維持在某一個位置 然後你嘗試動他的腳 或者舉他的腳 然後他又會維持在某一個位置 那這些就是我所謂的一些 好像立象式的一些運動的障礙 那有時候這些人呢 可能會維持在某一個位置 一段很長的時間不動的 那這些就好像你剛才說的 就是他好像四肢不動 好像一個石頭人那樣 那除了不動之外呢 他也都會有另外的一些徵狀 例如是他會不出聲 不說話 就是你問他的時候 他可能都會眼睛滑滑 會看著你 但是呢 他未必懂得 就是有一些 反應 正常的一些 一些言語上的回應 那有一些呢 我們見過呢 是 會說話 但是呢 可能你說一句話 他重複回你那句話 就是錄音機 是的 就是好像他們 就是錄音機 沒錯 那這些我們就叫做一些緊張症 那其實緊張症呢 會發生在一些什麼情況裏面呢 其中一個可能性呢 就是一些重症的一些精神的 一些精神病 例如是精神分裂症 那我們知道 其實精神分裂症 有分很多類別的 有些是叫偏側型 那其中有一種呢 就是叫做緊張型的 就是這些 就是他那個患者 他未必是有很多妄想啊 幻覺啊 他可能表現出來的症狀呢 是一些運動的障礙 就是剛才我所形容的 他可能好像一個 立像那樣 不動 不動的 或者不說話的 但是他又會懂得 睜大眼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可能 那另外 也都有其他可能性呢 引致緊張症呢 就是一些 譬如是一些很嚴重的抑鬱症 那很嚴重的抑鬱症 那很嚴重的抑鬱症患者呢 他可以是不動的 那他不動的時候呢 就好像我剛才形容的一些情況 就是很類似剛才我所說的那個 就是緊張症的一些情況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就是緊張症 是跟鬼強剛才說的那種狀態很相似 那另外呢 其實還有另外一些可能性呢 就是 假如那個人呢 原本呢 是有一些重性的精神病 例如精神分裂症 那他可能需要接受一些治療的 那通常我們 一些精神分裂症呢 我們會用一些 叫做抗精神病的藥物 嗯 英文我們叫Anti-psychotic 那這些藥物呢 有機會呢 會出現一些副作用 尤其是一些傳統的一些藥物 那這些副作用 我們就叫做一些 叫做追體外系的副作用 嗯 即是怎樣呢 其實呢 其實那個表現呢 就是那個患者呢 有機會吃了藥之後呢 他會四肢僵硬了 即是肌肉呢 會出現一些經連的狀態啊 甚至乎可能 會影響他頭部 或者是頸部 或者是四肢不同 部份的肌肉 那有些會 那有些會 可能會 你會見到他 他會 反白眼啊 甚至乎 那個眼球呢 可能會 歪扯去某一個方向 那有些 那有些 又會 條理可能會 伸出來 不懂得 伸進去 那這些都是一些 藥物的一些 有機會引致一些副作用 那這些藥物 引致這些副作用呢 就好像剛才你說的 也都很類似 剛才你說的那些 不懂得動 好像一個石頭人 直接像 不是類似 真的 唯一我聽到的 有一點點分別 這個就很難說 是不是 因為剛才鬼強說的那個案子 其實那個事主 其實他是沒有了意識的 斷片的 斷片的 但現在黃醫生也在說 一直在說 那個病人 主要是會有意識的 但現在 我剛剛說的 藥物的副作用 其實就會反白眼 但那個病人 其實他知不知道自己是這樣的情況 通常我以上所說的那些緊張症 或者剛才剛剛說的 一些藥物引致的 一些椎體外系副作用 那個病人本身是有意識的 即是他不會失去知覺的 即是他知道周圍發生什麼事的 有機會他會知道 發生什麼事的 但是 我再補充一下 講一些藥物的副作用 其中一種藥物的副作用 就是更加嚴重 我們稱為神經阻滯劑的 惡性綜合症 即是臉腐複雜 神經 我可以說這些名字太複雜 但我剛才說的這個名稱 我們英文有一個簡稱 叫NMS NMS 全名就是 Neuroleptic Malignant Syndrome 這個情況 其實都是有機會 有一些抗精神病的藥物引致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個病患者 會全身 即是會 有機會那些肌肉 會崩緊了 有機會發燒 還有一些血壓 脈搏那些不太穩定 甚至乎 有機會出現一些 神志不清的一些狀態 這個狀態就有機會 就類似你剛才說的 他可能本身又不是太清醒 可能你問他 他亦都不知道 一些時間地點人物 這個 我剛才以上所說的三種情況 其實 都在某程度上都幾類似 嗯 這個從醫學角度去解釋 剛才有鬼想說這個案子的可能性 因為他有一個 最主要的那個症狀 就是說他會有一些抽搐 或者是好像競聯一樣 總之整個人都抗了 剛才的個案子就像 禁雞獨立這一刻 這刻真的不容易做 站那麼久 你不要說是一個專業訓練的運動員 找一個這樣的運動員 都爛這樣可以站很久 是啊 禁雞獨立 正常人都要怎樣都坐 我還十分鐘 我還要躲 是躲 是躲 黃醫生 多謝你的專業意見 謝謝黃忠義醫生 謝謝黃醫生 謝謝 拜拜 拜拜 醫生跟我們解釋 用醫學的角度解釋了 有可能性 會是這樣 你覺得像不像呢 你聽完黃醫生說 那個事主自己會不會有這些問題 而他不知道呢 其實他 以我所知 他應該是覺得自己是更邪法多 多過有精神病 因為聽他說話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覺得他都幾正常 有問有路的 我問他 你有什麼感覺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問他 其實你現在的感覺是怎樣 你不覺得他是思覺失調的 嗯 不覺得 因為黃醫生剛才所說 像那樣 就是受第二樣東西 就是那個藥物影響 這個很容易問 你有沒有吃藥 有有沒有沒有 這個比較容易 而且我也不會不來頭問他 你有沒有吃藥 這樣 是喔 哈哈哈哈 還有老闆說 也沒必要回答你 就算你問也沒必要回答你 我是這樣看 這個硬的狀態 其實有可能是醫學的情況 來到這裡 我們稍後回來 繼續聊下去 好 回來我們這一節 繼續說回 你那個鬥法的情況 其實還有一些案子可以說 嗯 其實案子是還有一些 不過這個案子 我覺得是一些 反面交際 怎麼反面法呢 話說 有一次 我又要到處找一些 隱世師傅 看看可以知道多些什麼 去到一個 不說的地方 因為都挺有名的 喔 即是熱門的 熱門的 我去到一個隱世師傅的壇 很難鬥 其實我去過幾次 每次去 其實我都不舒服 即是彈質是有東西的 是呀 很不舒服的 每次我都吐 我去到的時候 我都吐 那你那個症狀永遠都是吐的 不會有別的東西 有些人 最輕巧的就是吐的症狀 不是 不奇怪 我也有一個症狀 我試過有朋友 我附近在騷擾我 其實他不是故意的 你是吐的 他不是吐 我是會立即被敏感發作 然後我整個呼吸系統都充滿黏液 我是近乎無法呼吸的 是呀 即是最初步的一件事 即是再嚴重一點 再嚴重一點 可能會吐 會有別的症狀 但我會立即被敏感發作 是呀 是很認的 是呀 如果再嚴重一點 就不止吐了 所以我去到那裡的時候 我就發覺 哎呀 我又吐 即是 你這個DETECTOR都準的了 都準的 這是農主偵察器 其實我是很八卦的 我去到一個地方 我不是只是會 就是傻聽 我會看 我就告訴他 我想去個洗手間 嗯 我去洗手間的時候 我就看得到 他在桌子下面 有很多一瓶瓶的東西 桌子下面有很多一瓶瓶的東西 對啦 他的桌子是連接著一個神桌 他下面又養了很多一瓶瓶的東西 我仔細一點地看 那天有大Coin 就仔細看得到 像是養鬼仔的 嗯 即是有些東西在裡面 對啦 像是那類的壇 那也不奇怪 他們養鬼仔 嗯 但他 他說他是政壇 嗯 但我看到他藏了這些 嗯 他會不會是其他善信在他等下的 請完回來 又不想要的 那他幫他保佑他們 對啦 補館住在我彈到供奉 那就當下班了 桌子底的那些 我不知道 但是他真的有養 那不然是放桌子底 真的奇怪 是啊 桌子底我會放 okokok 然後有一次他就想顯示給我看他的力量 他有多厲害 他有多厲害 他要告訴我 然後他說 他說我養了一隻日本鬼 日本鬼 日本鬼 你感覺一下 有沒有說男還是女 沒有 隨時是個色鬼 我養了一隻日本鬼 你感覺一下 你感覺到嗎 但其實我是感覺到有點良意 我真的感覺到有點良意 那我就覺得 嗯 好像真的有 那晚你有沒有馬上看電視 那晚看精子 哈哈 在裡面爬出來 沒有他沒有跟我回家 我平安的 總之那一天 我感覺到有點良意 然後 那好吧 那我一直開始醞釀我 那是什麼天氣 會不會這麼適合 夏天 夏天我還最近今天就衣服 即是熱到七彩的時候 熱到七彩的時候 我們那裡 其實有沒有開冷氣 有的有開冷氣 但我不是坐風下位 我坐邊邊的 因為他那裡 很多人在那裡看 不是線索看東西的人 很多人在那裡看 然後我就坐邊邊 然後他就叫我 你不如感覺一下 我感覺完之後 感覺到有點良意 然後他就再拿了另外一些東西出來給我 拿了一些一瓶瓶的東西 然後就放在我的掌心 然後就問我 放在我的掌心之後 你敢不感覺到有什麼 什麼呢 感覺到什麼呢 然後我就很用心 那一刻我真的很用心 很笨 我感覺一下 放在掌心之後就感覺了 然後他就在我的耳邊說 你感覺到有東西在裡面打關頭 你感覺到裡面有東西在跳嗎 感覺到嗎 跳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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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跟著那裡 好似是 然後我已經開始溫溫彈彈 我又很不舒服 因為那裡的瓶場 很不舒服 其實那裡看的已經是陰陰暗暗 而且我上集說過有一股霧的東西 我只看了到 我不知道其他人可以看到 我只感覺到有一股霧的 然後我又溫溫彈彈,我又不知道自己… 它是不是裝香? 裝香就是,但那些香是煙,但那一層是霞氣,是有分別的 像不像我上個星期,我和你拍那張照片,拿著耳筒拍那張,有一層沒有 有一層那些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 類似那些,但會再濃烈一點,我眼望到那一層就濃烈一點點,不是差很遠 然後我又很辛苦了,我感覺到 然後我因為太不舒服,我不想逗留太久 我說謝謝你,我就走了 然後我就走了,我要做的功課我都做完了 我看完,我要看你了 其實我去看,我去拿料 然後我走的時候,一個小時後,不是馬上 一個小時後,感覺到呼吸到大自然的新鮮空氣 終於透氣了 然後我就站在爐邊,整理剛才我自己看到的東西 聽到的東西 然後我想一想,咦? 他告訴我,我手應該感覺到一些東西 對啊,我有時拿著一張刺子拿得久 我也感覺到我默薄跳動 我就覺得那一下,我可能已經溫溫頓頓頓 聽到他這樣說,就好像那些祈福檔 會不會是 你做他的說話影響 對啊,我就覺得,是啊,馬上就說是 你就會幻想那些東西出來 他說,輸不可以在裡面打彎斗 你就輸不可以在裡面打彎斗 對 他說什麼,你就說 我也會是 你說超人在裡面飛,你就超人在裡面飛 他說什麼,你就相信什麼 那一下我又真的感覺到我的手有東西跳 然後想想一下,我平時有壞的習慣 就是拿著一張刺子 那我想一下,我平時拿得久 我都會感覺到,如果用力 或者我很集中 其實我都感覺到我自己默薄跳 然後就這樣,然後我就走了 這一次就是我第一次見一些 我覺得不能夠相信的 不能夠盡信 不能夠盡信 因為我都很喜歡質疑這些 因為我始終很懷疑,很多時候這些環境 那些香會不會有些什麼 是令人會有些 都不出奇 可以做到 香是很容易做到的 對,很容易做到這個效果 其實我有怕過的 我那時候出去做這些訪問 去做裸料的時候 我不知道那裡什麼 不懂的 我默默然這樣上去 其實我都怕會有生命危險 因為你不知道會有些什麼 幸好這裡是香港 我覺得沒那麼容易 最多騙你錢 香港最多騙錢 因為剛才她說的類似Kiss 我以前在香港試過 很多年前 都二十幾年前 她走開一間水晶店 老闆娘 她展示水晶有多大威力給我看 她伸手出來伸手 然後放水晶在她的手 首先她說 你能否感覺到她震 其實我感覺不到她震 然後她很用力地按著她的手 然後她又扮 我不要說她扮 她很用力地按著她的手 然後就按一按 我用盡力按不到她的手 那個水晶的威力多厲害 然後二話不說 拿另一隻手 撿開了水晶 然後一按 把她的手按下 你看 你的手沒有了水晶之後 我輕輕地按下你 這個真的很容易做 其實我即場我覺得 我是沒有幫她買東西的 因為她這一招做得太過 明顯 沒錯 這一招太過不像 老實說 以前江湖買藝年代 師傅也有教 教這一類雜傻 就是跟現場觀眾一樣 就是托你一手 如果事情反過來 你拿著水晶 我按你按不下 我相信你 我立即跟他買 我何時都按不下 如果你說她本身練了蓋世神功 我按不下 沒有辦法 誰叫別人練了 那她繼續做得足 功課做得足 就欺負你騙 最多是欺負你 但問題是 剛才鬼強的案件真的很像 放了個瓶子在你手上 然後在說 而且在這種環境 對方這樣做提示 太容易了 太嚴望穿 對 都危險 不過我想我給你中醫的方法 中醫 中醫 中醫會有方法 可以避到迷煙這件事 含著一塊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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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是薑 生薑 還是什麼 生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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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預先準備 如果我預先知道他 他預先知道他 他預先知道他會準備 對嗎 如果知道你去師傅的壇 去拿料 尤其是女生 你就準備定生薑 薑草薑都不行 生薑好些 薑草薑都熬熟了 容易買一些 在街邊 你隨便買薑 不難 買薑 又要買一把刀 跑 就什麼咬 生薑 生薑 很難 不要說不行 是不是還有一個通電 是呀 這就是聽舊同事說的 他們有一次去泰國 一些偏遠的山區 找一些隱世師傅 他們也是做研究 曾經有一個好像挺有名的 他們找到一個挺有名的 好像是一個磁力王 電磁王 Magneto 這些名字 我聽同事說的時候 我立即眼睛清一聲 我想聽 他就告訴我 我一去到的時候 我們整班人 一去到那個師傅 他就告訴我 我稍後會有這樣的事情做 你們就先坐下 大家圍著一起坐 有一張圓形的桌子 你們就像Dorami 坐在那裡 我發工的時候 你們就感受一下 有什麼感覺 大家準備坐在那裡 好像很厲害 我會感覺到什麼 然後他 很期待 很期待 如果你讓我看到磁力王真人 我都覺得很期待 然後他就說 好 大家就把雙手放在桌面 放在桌面 這樣放在桌面 然後 好 感覺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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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間 我想問 張桌是怎麼做的 張桌?我不知道 我沒有問他 你看上去 你覺得它是木 是膠 我純粹聽回 然後整班工作人員 你眼看我眼 然後就說 嘩 好電啊 好厲害 因為其中 人在外地 都怕大家有生命危險 你不知道他周圍有什麼人 大家都很害怕 然後有一個很醒目的回答 好厲害 好電啊 麻煩你啊 師傅 好厲害 我們拍夠了 那我們就走 他都是說給我聽的時候 我絕對是想起梁朝偉的一部戲 我的眼睛厲害嗎 聽到你 其實這些不是很棒 這些是很不棒的 秒秒驚心 殺到埋身 黑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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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別人以為是騙他 我怕,不用怕 我們記得,我們在節目的最後一定會跟你說 昨晚在什麼時候聽到聲音 什麼怪聲 我們要確保你聽完我們的節目 但是我們在電話旁邊 忍得很心急的就是阿威 阿威,你好 喂,Hello 你好,聽到嗎 其實很多聽眾很期望聽你說的鬼故事 你每次都很精彩 今晚有什麼準備了給我們 是啊,說真的,反應很好 只是吹水而已 你吹得好聽 你的水力夠不可以 你猜你每個人吹得好聽 一定不會,有鬼故王在這裡 懂得聽鬼故的一定會聽鬼故王 嘩,懂得說話的真的,阿威 謝謝 我看到鬼故王眼都不見了 真的太開心了 哈哈 那阿威,今晚的恐怖故事 那我們現在就先進正題 好 好 以前的事,以前的旺事 當年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朋友 駕駛電單車 發生了一些交通議案 他是生命沒有危險的 生命沒有危險 撞傷了一隻手 但是他呢 因為他撞傷了一隻手 就流了很多血 嗯 流了很多血 晚上兩點多 就去了馬加烈 嗯 當年我 有些朋友 其實都是一起出去玩的 去醫院看他 晚上兩點多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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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洗手間 他還沒洗手 就看到一個人躺在地下 在廁所躺在地下 他不敢去痛 他一件事想 有人暈了 找護士 對 正常 這些事情 嗯 他走出去找護士 走出去找護士 好像一人暈了 那護士跟他急緊 走進去男士那裡看 進去男士那裡 沒有人 嗯 嗯 那男士就說 是啊 剛才有一個人躺在那裡 怎麼會啊 現在人呢 人去了哪裡啊 那男士 我怎麼知道他去了哪裡啊 難道他真的不暇 沒有事 睡著 於是說 這裏又不是精神病房 那怎麼會有人在廁所睡呢 雖然那一晚 就 那層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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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個護士 他都很清楚 那些人都睡著了 應該就是 沒有人 站在廁所 現在那些人 只有你們 只有你們 只是擦大眼 其他人都睡著了 因為那層病房 總之就是 你是看錯了 你是淹化 又或者 因為他在形容這個男伯 是六七十歲 那這個病房 又這麼巧 又沒有六七十歲 沒有老人在那裡 因為他看見什麼 嗯 那就不像 我也有護士知道那些東西 當然 護士經常都出現那些東西 那他就 那他上次知道那些東西 就沒有人知道 或者護士知道那些東西 也不想讓他知道 結果這個男生 他說 先前上後 其實他都沒有 很在意 他也是想著 可能有個人進去玩 睡著 但那方面 他也會想到 另外一方面的東西 所以才會有這個 故事講反過來給我們聽 嗯 嗯 但其實那個時間 嗯 但其實那個時間 那個時間夠不夠 那個老伯真的走出去 他走出去找他姑娘 那個時間 會不會真的這麼巧 其實 因為那時候 兩年多 就很安靜 因為其實他應用的是 那些病人 做完病人餐 那些 出拖鞋 拖鞋 又不是土地纖 在地下 你搞地板 就聽到拖鞋 就是那些啪啪聲的嘛 沒錯 走也有聲音 就算他脫了拖鞋 用腳 用腳走也有聲的 對 有合理 即是躺在那裡 那個是醫院衣服 醫院衣服 否則他也不會 馬上走出去找 對 他就是出拖鞋 看到有個病人躺在那裡 但走出去找護士 那時候 他又沒有了 嗯 嗯 那他講回這件事 給他朋友聽 他朋友有沒有馬上出院 我不在這裡住 是嗎 有沒有呢 那 那就不知道了 他那一下就沒有說到 事後再說 事後再說 他那一下就沒有說到 之後第二天同間我們說 就是我們問了 誰誰他昨晚炒了車 那怎麼辦 然後他就 趕了這個故事出來給我們聽 嗯 嗯 這個雖然短 但我告訴你 如果你是當事人 其實是害怕的 因為你很突然性的一件事 就是你去廁所 看到有人躺在那裡 那一刻其實已經害怕了 嗯 你正在懷疑 你會立場懷疑 究竟是否真的 暈倒在那裡 還是看到髒東西呢 是 這件事已經很害怕了 還有兩三分鐘 再說一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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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是真人真事 我跟你說 嗯 嗯 肯定是真人真事 那女主角呢 就是 呃 現在是 曾經是時候來的 這個女主角 嘩 嗯 賣黑關子了 曾經是時候 但是發生這件事 那時候 她還沒入行 嗯 OK 好了 趕了一盆掛牙 然後入政題 某一天 那時候 事後呢 就住在這個叫大埔尾村 嗯 嗯 大埔尾村 你有沒有人知道她在哪裏 鬼強知 確實知道 嗯 就是在那裏叫什麼呢 那裏叫大埔公路 是的 如果你駕車進去 就沿著這個大埔公路 即是在 中大 中大那條路 是 那條路 是 那時候 事後 就跟她這個男朋友 就剛好認識一個禮拜 嗯 嗯 那這個時候 就有些鬼妹仔性格 其實都很爽爛 也都 男生剛性格 她外表很斯文 其實來女 是少許開放的 嗯 那時候 那時候 就是跟媽媽一起住 嗯 所以 她男朋友有車 晚上送時候回家 途經 是 是 看到有個路口轉上山 那她男朋友 就開了車 轉上 再轉上山 那當然 那兩個人 在車內 就外苦了 是 哦 那當時 那要說姿勢 如果不說姿勢 那故事 不能接下去 好 你放心 我會重量說得很文雅 可以 因為我知道這裡 不能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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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沒錯 那當時是怎樣呢 那 那 那女生 不要經常說 那女生 就坐在男生的牌子上面 嗯 就是大家面對面的 嗯 面對面 衣服整齊 是 當然 就在做一些 搜捕運動 嗯 在找東西 是 在找東西之際 好了 那男生就看著前面車頭 要賣銀幕 嗯 那個位置 就是七黑一片 當然它關上車頭燈 怕被人看到 它關上車頭燈 但是那時候 夏天 就有開車的 開了冷氣 開了冷氣 七黑一片 開了冷氣 又開了一點點窗 很有安全意識 開了一點點窗 就是窗 有一條縫 很細的 嗯 那兩個人 在找東西之際 糟了 現在1點鐘 我們明晚再說 怎樣呢 你還有40秒 哈哈 不要緊的 如果你覺得 我們不夠時間 讓你講得精彩一點 我給你明晚再說 好嗎 因為其實這樣 我們的觀眾 又會花氣 明晚有義福 你知不知道 今晚有義福之前 你是不是有話要說呢 當然要說 大家記住那個時間 你也有話要說 對 我有話要說 你要宣佈 記住 那我明晚再打開來 明晚再打開來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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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拜拜 很快就說一次 昨晚的第三節 24分31秒 大家記得要聽聽聽 聽聽什麼聲 今晚的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